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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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上的浮雕人面纹 关于这件青铜顶以及人面纹 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具体得从发现这件青铜顶说起 那是1959年的一天 湖南宁乡黄财镇的一位姓黄的村民 翻地呢 突然之间锄头当地一声被弹了回来 这是挖到石头了吗 好奇的黄某啊 就扒开泥土依靠 哎呀 吓他一大跳 土里边露出了一张绿森森的人脸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黄某不认识 但是呢 他知道这是铜做的 而且那个时候铜价还挺高呢 所以挖到铜器的黄某是十分之高兴 正所谓如获至宝啊 想把这个玩意儿弄到废品收购站去换钱 你说如获至宝还弄到废品收购站去 这种心态真是很难理解啊 可是这么大个铜鸽挡 是抱也抱不动扛也扛不起 怎么样才能弄到这个废品收购站去呢 说起当时的这个黄某还真是莽撞啊 他抡起铜头就往这个青铜顶上砸 结果好好的一个青铜顶啊 一堆碎片 既然这东西成了碎片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 还是这样一尊完整的青铜顶呢 这就要说到青铜顶被卖了之后的事儿了 话说黄某卖了青铜顶之后很高兴 回家就开始向邻居们炫耀 这一炫耀 黄财镇出宝贝的消息可就传开了 而且还传到了湖南省博物馆 一位老专家的耳朵里面 这既然是老专家呢 想问题自然跟黄某就不一样了 他就找到黄某 想了解那件宝贝的详细情况 结果您猜怎么着 黄某刚说完这青铜器上 有人脸专家马上就急了 说黄先生啊 你可能亲手毁了一件国宝啊 毁了国宝 这此话怎讲啊 原来在我国当时已经出土的青铜顶当中 刻有文士的虽有不少 但是刻有人面文的还没出现过呢 一听自己可能毁了国宝 黄某也慌了 这这联邦拉着老专家去废品收购站 然而当他俩到那的时候 傻了眼了 怎么呢 废品收购站的仓库是空空荡荡 别说青铜顶了 就连废铜渣都没有 这仓库里的东西哪儿去了呀 一打听才知道 就在几天前 废品收购站的废铜已经全部被运到长沙 准备送到冶炼厂去回炉了 哎呀 回炉这是要把废铜化为铜水呀 这样的话 青铜顶不就彻底的毁了吗 一点踪迹都看不到了 想到这里老专家更加急了 水都来不及喝一口 拉着黄某往长沙赶 希望能够在废铜被融化之前 把青铜顶的碎片给我找回来 可是来得及吗 说来也是巧了 黄某和老专家刚到仓库大门口的时候 就碰到一辆装满废铜的卡车开了出来 不用说呀 这肯定是被送去回炉的呀 于是老专家当即叫停司机 专家要找的青铜顶的碎片 在不在这辆车上呢 据说当时 从车上卸下来的废铜 那堆的像一座小山似的 大家找了好几个小时 愣是一块顶的碎片都没发现 不过 就在这个小山一样的碎铜片 就快要被清理完的时候 这个黄某 要说这个黄某还真是有运气啊 他幸运的再次发现了 青铜碎片的身影 碎片照着了 哎呀 长出了一口气啊 接下来就该修复了 那么修复情况怎么样呢 各位已经看到了 修复的效果自然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不告诉您 它曾经被砸成碎片过 您肯定看不出来破损的痕迹 好了 这就是这件青铜顶的面试过程 是曲折惊险 最后呢 不幸中的万幸 那问题来了 这方青铜顶的主人是谁 它又为什么让专家们感到烧脑呢 这就要说到考古人员 对这方青铜顶的研究情况了 话说 修复完这件青铜顶 它的年代也随其清楚了 商代晚期 万年代够久远的啊 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看看这个顶的规格 以及顶内的空间呢 都挺大的 所以有人推测 它可能是古人用于猎头祭祀的礼器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战争啊 战胜的一方吧 或者说战争双方把敌方 尤其是敌方首领的人头给斩下来之后 放到青铜顶里边用于祭祀祖先呢 这种推测到底对不对 古代确实是存在着这个猎头的习惯啊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猎头都是为了祭祖啊 那比如说商鞅变法的时候就曾经规定 士兵上战场如果拎回一个敌方假式的首级 那就封爵位一级奖励疫情土地 以及九亩宅基地 这种猎头呢很显然就不是为了祭祖 而是一种奖励军功 再比如呢春秋末年晋国大夫赵湘子 把另外一个大家族制式的首领智湘子打败了 斩下他的首级之后 却没有拿去祭祖 而是戚起手以为搜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赵刚子的恶趣味 为了表示对炙香子的蔑视 故意把他的头颅做成了叶谷 所以呢 这个猎手祭祀的说法呢 很快就遭到了质疑了 可是如果这件青铜鼎 它不是用于猎手祭祀的话 它又是干嘛的呢 就在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有人在青铜鼎内壁的口言处 发现了惊喜 什么呢 就是这个两字名文叫大和 当然按照商周字左向右的名文习惯 也有人认为应该念和大 但是主流的读法是大和 所以呢 这件鼎从这个时候开始 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叫大和方鼎 问题来了 大和什么意思 它的出现能否破解大和鼎的绅士之谜 原本考古人员以为有名文出现 一切问题都可以迎然而解 毕竟是文字嘛 对不对 记录信息是最具体而明确的 但真实的情况却是 围绕大和二字 专家们莫终一事各之一词 怎么呢 按照说文解字的记载 和在古代代表着祈求丰收之意 有专家认为这里的大和 可能是跟粮食作物有关的神灵 古代主管粮食的天神是谁呢 想一想咱们的神话当中 谁为了百姓过上好日子 而四处寻找五谷 尝遍百草 哎 就是这位 三皇五帝之一 神农炎帝 所以有专家认为 大和鼎可能是鲜明用于祭祀炎帝的灵气 有道理 但是很快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发生了什么呢 怎么下结束 一位西方女神跟大和鼎上的人面文竟然有相似之处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四位能臣四个方位四个角色 究竟什么才是皇帝的四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为您解密 上街我们说了 有人认为大和鼎可能是用来祭祀炎帝的离气 但是很快就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有专家在甲骨文里边发现了这么一句话 叫做上司和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一个叫上司的人去和国见和国的国君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有专家根据这句话 说这个大和代表的意思不是粮食之神 而是一个遗失了三千多年前的上古诸侯国或者方国的名称 大和鼎的出土不仅佐证了甲骨捕斯当中的和侯国存在于今天的湖南宁乡 还可能说明和侯国的统治者或者说他们所崇拜的神明是一位女性 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啊 依据是什么呢 原来这位专家仔细研究了人面文之后认为啊 大和鼎上的这四张人脸虽然脸庞很大表情也很严肃 但是整体的轮廓并不像男人 而是更像女人 听到这估计有人要说了啊 你说是女性就是女性吗 有很多男性比女人长得还好看呢 是不是 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是不是 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呢 他没慌 他们随即又抛出了一个新的证据 什么呢 知道她是谁吗 这是古埃及的一个女神名叫哈索尔 西方的女神都搬出来了 专家想说什么呀 通过多方比较 专家们惊讶的发现 这个古埃及的女神跟大和鼎上的人面文 长得是很有几分相似啊 而且哈索尔在古埃及神话当中同样有四个面 分别是爱之神 富裕之神 舞蹈之神 以及音乐之神 四个神明急于一身 因此就有了四张面孔 想不到吧 两者之间竟然还有相似之处 这种相似究竟是巧合 还是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专家说了 这中间是有联系的 这种联系就是 埃及的文化很可能早在商朝时期 就已经传播到了中原 所以 和国人就仿照古埃及人 把代表最高权力的女王或者崇拜的女神 注刻在了青铜顶上 怎么样 您觉得有道理吗 从古至今啊 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融合与碰撞 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哪怕是神秘的玛雅文明 都有考古人员在玛雅文化的古遗址当中 找到了中国龙的形象 所以您说这种观点一定不对 恐怕也是说的太绝对了 但是和国究竟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 它又是不是在湖南宁乡一带 这个还需要证据来证明 所以不久之后呢 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 什么呢 说迄今为止 我国发现了不少带有名文的青铜顶 比如说厚姆屋顶啊 大鱼顶 大克顶 毛宫顶等等 不过这些青铜顶上的名文 大部分都是器物的制作者 持有者 亦或者是使用者 所以呢大河顶上的大河 不是诸侯国的名称 而是拥有这方青铜顶的主人的名字 至于顶腹上的四张人脸嘛 这个说法啊 就更加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说他们既不是粮食之神 也不是和国的女神 而是谁啊 是皇帝的四面 啊 皇帝 它是长这样吗 是有四个面吗 人家可没瞎说啊 有证据 什么证据呢 常常马王堆的考古发掘 大家都知道啊 当年是出土了难得一见的 诗诗啊 心追奶奶是吧 但是除了这个尸体之外呢 另外还有七器 陶器印章 以及战国博书等等珍贵的随葬品 而就在博书之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这么一句话 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远古时期的皇帝 内心诚挚朴实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 做了四张面孔 不过表达的心却是一样的 想不到吧 历史上还真有皇帝四面的传说 注意啊 这博书不光记载了皇帝有四面 而且还描述了皇帝四面的样子 长什么样的 说来巧了 竟然跟大和鼎上的人面文是很吻合的 于是专家又做出了一个新的推测 说大和鼎是古人用来祭祀皇帝的 听到这儿 您是不是觉得大和鼎的绅士之谜 已经揭开了呀 没有呢 虽然有不少人倾向于大和鼎跟皇帝有关联 但是对于四面所代表的意思 却又出现了争论 怎么呢 刚说了 战国博书里讲的是皇帝的四面是他自己的形象 但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人物施角 在他的著作《狮子》里说 孔子对于皇帝四面的解释是 皇帝派了四个贤臣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治理国家 这四个人心灵相通不用商量 就能够完成任务 也就是说 《狮子》里记载的皇帝四面指的是皇帝手下的四位贤臣 那么就这么一处记载不同吗 还不是 在《吕氏春秋》里边 你别说还是杂家的 又不一样了 《吕氏春秋》里说 是皇帝派了四个贤臣到四个方向去 虽然说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治国 可是这四面所代表的意思 那就模糊不清了 那这皇帝的四面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话说就在各方争的是一派火热的时候 有人又抛出新的观点 说皇帝四面既不是他的四张面孔 也跟派四个贤臣去治理国家 没有关系 他们很有可能是皇帝所扮演的四个角色 皇帝还喜欢角色扮演 专家这里所说的角色不是戏中的角色 而是真实生活当中的角色 什么呢 第一是儿子 第二丈夫 第三父亲 第四就是帝王 你看我们大部分男人跟皇帝的差别也没有很多 也就是四分之一 他是帝王 我们不是其他的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 我们都是 好 言归正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推测呢 前面我们说 大和鼎可能是用来祭祀皇帝的礼器 而皇帝是什么人呢 他征服了东夷与九黎 统一了华夏各部落 是远古时期华夏民族的共主 是神话当中的文化英雄 这样的人物自然是后世 崇敬和怀念的对象 所以专家们推测 大和鼎上的这四面 正面也就是朝南的人像 可能代表帝王 君临天下 背阴反面的可能代表儿子 传承血脉 左右两侧可能代表丈夫和父亲 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你要问了 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定义皇帝的四面呢 有人认为 一方面是为了纪念皇帝的历史功绩 另外一方面就是想告诉历代君主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都要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 尽到自己的责任 怎么样 这个说法听起来是不是更加贴合实际呢 我告诉你 后来有人直接把这个观点从根上就给否定了 怎么回事 原来有人指出说 博书上所说的皇宗不是皇帝 而是祭祀皇帝的宗庙 那个方四面不是四张脸 而是祭祀这个宗庙的明堂 有东南西北四个太庙 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很糟心呢 怎么回事研究了半天 结果全部给人否定了 其实关于大和鼎的猜想和讨论 远不止我今天说的这些呢 除了皇帝四面说 神龙说 和猴女神说 还有韬铁说 祝龙说 蚩尤说 邦君造相说 祖神说 等等等等 等等等 所以 关于大和鼎的讨论呢 或许还将继续 不过不管大和鼎是干什么用的 上面的人面文代表什么意思 大和方鼎都是商周青铜器当中 最具有个性的上品之作 更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一位宰相 死后竟然享有诸侯的待遇 背后有何玄机 为什么有人说 不是楚王好戏妖 而是楚人好戏妖 江西卫视经典团企 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大和鼎的故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 另一件国之重器 什么呢 就是画面当中 这七件陈列在河南省博物馆的青铜鼎 这七件青铜鼎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有朋友可能知道 在已经出土的青铜鼎当中 大部分都是方鼎或者圆鼎 都是榜大摇圆的 天圆地方 圆鼎祭天是方鼎祭地 但是您看这七件青铜鼎 却如女子一般是收腹束腰的 注意啊 在目前出土的大的青铜鼎当中 腰身如此纤细的就这七件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他们的主人又是谁呢 这里啊 咱们先简单说一下这组青铜鼎出土时的情况 这组青铜鼎出土于河南西川下四墓葬群 其发现也是源于一次意外 当时一个放羊的小孩回家啊 路过下四墓地附近的时候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倒了 起初啊 他以为是树根呢或者是石头 但是起身回头一看 发现绊倒塌的是铜制的东西 补充一句啊 当时的河南西川一带呢 经常发现古代的文物 所以这孩子当时啊 没有跟前面我们说的那个黄某一样啊 没有见识 把他弄起来当废童们 而是跑回家 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告诉了家里人 这孩子家里人觉悟比较高 就把这事反映给了西川县文物局 专业人士啊 都知道消息了 后边情况就不用我多说了 自然是对下四墓葬群进行发掘 那么发掘情况是怎样的 据说当时考古人员在下四墓葬区 总共发掘出了八千多件随葬片 今天我们说的这七件 束腰收复精通点 就是本次发掘当中最珍贵的文物 那么这组文物是什么年代的呢 为何出现在西川一带呢 有大量的文物出土 这个问题难不倒考古人员 很快鉴定结果就出来了 原来这是春秋时期 楚国的贵族墓葬群 而且呢 根据周礼天子九鼎诸侯七鼎的记载 考古人员推测 拥有这七件鼎的主人大概率是 楚国的君主 不过 楚国的君主那就多了去了 有史料记载的就47位 究竟是哪一位啊 就在大家满脑子都是问号的时候 有人在青铜鼎上发现了线索 就是画面当中这篇八十多字的 鸟虫传名文 上面写了什么呀 内容比较长 细节我就不说了啊 您只要知道 在这篇名文当中出现了一个 关键的人名 而且是拥有这些青铜鼎的主人 什么呢 王子武 没听说过呀 这是谁呀 王子武没听说过 他爹你一定听说过 就是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 而王子武就是楚庄王的第五个儿子熊武 王子武王子武 都说的是王子了 他不是诸侯王对不对 但他死后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高的规格 按照诸侯王的规格齐顶呢 此人呢 曾经担任过楚国的令饮 也就是宰相了 而且还是一位能争善战的宰相 文武双全 史料记载王子武当宰相期间呢 曾经多次的带领楚国的军队南征北战 战功赫赫呀 不过有个问题 纵使王子武再厉害 你也只是令饮而已啊 一个令饮怎么能够享有诸侯的待遇呢 难道是楚国的君主觉得王子武 王子武功绩大破例给他的奖赏吗 有人说呀 王子武能够享有诸侯王的这个待遇 根本就不需要楚王破例 就凭他是楚国人就可以风光下赞 哎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只要是楚国人就行 刷脸就可以了吗 怎么回事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当时楚国的实力太强大了 强大到不仅可以问顶中原 还可以不经过周天子的同意自立为王 比如说楚国有一位君主叫熊通 他曾经就要求周天子封他为王 但是周天子不同意拒绝了熊通当时很生气 直接来了一句 王不加为我自尊而 意思就是说你周天子不承认我的称号 我就自立为王 人家可不说气吧 他玩真的 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楚王 而这也是楚国君主第二次自立为王 是称楚王 您看看 楚国的君主都自己敢封自己为王 给手下的人 那何况还是楚庄王的儿子 随葬个七顶 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是吧 按照规矩办事 那才奇了怪了呢 也说到不按规矩办事啊 王子五顶 这个细腰的造型 那也算是不符合常规了 这种不符合常规又是怎么回事呢 估计有人要说了 既然楚国人这么有个性 那估计也是为了标榜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吧 说到点子上了 据专家考证王子五顶呢 确实带有典型的楚国风格 所以呢也叫楚式顶 不过问题是世间造型千千万 楚人为何选择的是收腹竖腰的这样的一种形状 而不是其他风格呢 哎 听过楚王好戏腰的说法吧 就是 楚国有一位君主叫楚凌王 传说他非常喜欢纤细的腰身 对那这个度大腰圆的人是尤其反感 所以上行下效啊 君王喜欢什么 官员就学习什么 甚至于什么呢 甚至于是上有所好下臂甚至 为了迎合楚凌王这个癖好 朝中官员都纷纷结识减肥 以至于很多官员常常饿的是头昏眼花 站都站不起来 于是就有了楚王好戏腰 宫中多饿死的说法 根据这个故事 有专家就说了 王子武鼎收腹输腰的风格 那很可能跟楚凌王好戏腰有关系啊 听起来很靠谱对不对 但是这个说法有漏洞 什么呢 历史上王子武是楚凌王的叔叔啊 各位 他在楚凌王继位之前就去世了 所以纵使楚凌王有这个癖好 也影响不到王子武鼎的风格 除非是这个王子武他好戏 要影响楚凌王 这来说的过去 对不对 那么王子武鼎 独特的风格到底是怎么来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推测 他可能跟楚国的文化 尤其是舞蹈文化有关系 此话怎讲 原来啊 有人对中原和楚国的舞蹈进行对比之后 发现中原的乐舞整体气质是端庄规矩 就是手脚以及腰部的动作幅度都很小 但是楚国的舞蹈就不一样了 它是翘袖折腰 也就是楚国人跳舞呢 动作飘逸灵动不呆板 那么一个人跳舞不呆板的前提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腰支要足够细足够灵活呀 所以有人说啊 不是楚灵王好细腰 而是楚人好细腰 那既然楚人都好细腰 浪漫的楚腰之风出现在青铜顶上 并用它来体现楚国的文化 也就不奇怪了 你说呢 好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网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见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了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